欢迎参加今天的崇拜聚会 请务必自备口罩并全程正确佩戴 还要配合各项防疫工作哦 有新春蒙福签活动 现场有专人解签祷告 鼓励永约邀约新朋友 卫性主家人一起来参加 领受祝福 宝宝主日学新增晚崇拜时间咯 欢迎家中有13个月到2.5岁宝贝的家庭 永约带孩子参加哦 农历年一起读好书 让刘牧师新春推荐书籍 带领你新春得胜 一次购买还享有特价优惠哦 详情请参阅周报 农历年间最好的传福音工具 新春随点祝福 全新上线 随手点选 就能领受各种祝福话语 让上帝自己对新朋友说话 鼓励弟兄姐妹 踊跃透过Facebook LINE转传分享 还有还有 农历年蒙福食谱全新推出 鼓励弟兄姐妹跟着蒙福食谱 规划农历春节假期 过一个得胜农历年 蒙福食谱可以参阅周报 或上教会官网查询哦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 二十七祷告的美好见证 前阵子有许多事要忙 以至于二十七项 例行公事的将祷告文读完 为此常向天父认罪悔改 天父教导我调整心态及时间 并为先生祷告 我改变了 先生减少了许多的负面情绪与话语 在二十七次后也会为 得获财祷告 天父让我的老板 竟愿意结算旧字的退休金 超乎我所求所上 感谢赞美主 2021家庭幸福行 全家动起来 鼓励弟兄姐妹跟着幸福家庭大冰果 以爱的行动带来家庭转化 完成冰果连线 还会有惊喜奖励 鼓励大家上教会2.0APP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为2月28号 详情请参阅周报 用上帝的话语建造新的一年 快跟上全民风圣经进度吧 2021全民风圣经线上火热报名中 报名完成即可免费参与圣经 好好读课程 更明白圣经真理哦 报名请上教会2.0APP 截止时间为2月21 鼓励弟兄姐妹踊跃报名 相亲请参阅周报 爱耶路撒冷的必然兴旺 身为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更了解以色列 以及以巴冲突的根源 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 一同欢呼讲座 时间在3月6号上午 邀请以色列问题专家 信望爱圣教会以色列施工部主任 王若勤传道分享 鼓励弟兄姐妹把握难得机会 学习以神的眼光 更多爱以色列 报名截止时间为2月28号 详情请参阅周报 想知道如何与青春期孩子互动吗 中华民国家长联谊会 家长加油站系列讲座 主题为跨世代沟通 时间在3月6号上午 鼓励家中有青少年的家长 或对青少年有负担的弟兄姐妹 踊跃报名参加 乡亲请参阅周报 想更多了解孩子的感情观吗 想一起探索爱情的酸甜苦辣吗 青年牧区最新podcast 依然在这听你说 欢迎来到依然在这听你说 我是节目主持人依然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就是 初吻是送出去的时候 是夹杂的血泪 是因为他戴牙套 这是超痛的 哇 这 这真是太尴尬了 2月14期 每周日晚上10点 邀请你一起来听听 来宾们的爱情故事 详情请参阅周报 上周highlight 陈九幕区 梳花幸福小组 全组热情又合一 神的爱每周大大充满 已经有两位best受洗 成为神的儿女了 将荣耀归给神 上周知三基督精兵营 共有140多位弟兄姐妹参与 在课程中学习成为基督精兵 操练关怀技巧 以及领人绝志 使用巴达通全福音等 经历美好见证 让我们持续为学员们 参与后续课程祷告 儿童牧区儿童肌肉营 共有65位学员一同参与 与青年牧区大哥哥大姐姐们 一起透过圣经品格课程 国舞及艺术课程 建造鼠民生命 增强鼠林肌肉啦 天国文化特会 本次共有300多位青年 及色情一同参加 领受世代恢复的恩高 以实际行动与上一代和好 上周建堂奉献金额为70万元 累计至1月31号 奉献金额为71700万元 以上为本周教会消息 愿神祝福大家